大家好,我想請問你一件事,你車禍腳受傷,你做陳其媽媽的發言人 我在議會看到你質詢的時候,特別針對這個身臟的部分,用日本來為例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如果去日本都知道,日本的道路就是跟我們不一樣 其實台灣人其實我們的技術也很好,可是大概很多高雄市民會認同 第一點,道路怎麼跟日本等量奇觀,有沒有跟日本比較可以一樣的可能 你認為呢? 我認為是可能,在我們的工程技術上,你要修改相關的技術規範 修改我們的工程施工的一些設計,那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呢,你這一次有針對這種有關殘障的福利的措施裡面 你有提到一些日本的範例嗎? 對 剩下一個月就脫離殘障人士的這個議員的代言,那高雄還是沒有殘障的議員 沒有這個,那你認為說2018,你應該也是希望說市政府不要加加油 在有關身心障礙這個區塊 我們要做的事情還非常多,市政府這個部分 我認為不管是在工程的工務的部分,或者是未來在服務的部分 我覺得對於無礙環境,無礙的這個服務,我們其實要加強的地方還非常非常多 所以有沒有可能說要去取經日本的一些障礙的設施 是啊,其實日本它在弱勢的服務上,包括像長照或者是居家的服務 其實他們做得非常的到位 那他們甚至透過科技的技術,還有機器人的這些相關的配套 其實取代部分的人力,那讓被照顧者其實有更無為不自的一個照顧 那包括說外出的環境的這個友善的營造 那我覺得這些都我們高雄市可以學習,可以在進步 議員提到一個障礙的區塊,可是很多市民也會有一個想法 這個道路,到底怎麼樣可以把它說真的可以像日本一樣 起碼不會說騎一個機車,也像會坑坑洞洞 這個是事實 這個議會有沒有開過這種公聽會 其實有耶,之前議員們就這些議題都曾經開過公聽會 或者是有做一些議會的諮詢 但是還沒有把它確實落實就對了 對,其實還要再更加落實 對,因為台灣其實都一樣 這個不是高雄市的問題,好像每個道路都一樣 就是很多人到日本回來,第一個感觸就是說 哎呀,人家的遊覽車就不會動來動去 在台灣好像就是坑坑洞洞 是啊,這個部分我們有需要再做更好的一些程式規劃 所以議員這一次你這個因為車禍 所以你感觸最深的就是你擔任了這幾個月的殘障議員 是這樣子嗎?也可以這樣說啦 其實應該說為弱勢者做代言 那這樣的角色其實我也覺得給我一個很好的經驗 那我也希望我真的可以為弱勢者發生 是啊,因為本來我很早就想要來訪問議員 因為包括你也是陳其邁的這個競選的發言人 下次有機會再好好地跟你談有關競選的一些 呃...一個...怎麼講...一個殘障議員 跑去當發言人喔 這有沒有什麼一些比較有趣的故事啦 是 好,謝謝我們尊敬的議員 謝謝 謝謝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